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卷 百家争鸣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不要仁爱要奸爱 第一个站出来反恐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跟孔子一样 也认为这世界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 因此他跟孔子有三点相同 这世界有救 救世的药方就是爱 应该以救世为己任 这是墨家与道家和法家的不同 但墨子反对仁爱 也反对礼乐 在墨子和墨家学派看来 儒家不过江湖骗子 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 比方说 理智规定 肉类切割的方式不合规矩就不能吃 叫割不正不食 席位摆放的方向不对就不能做 叫席不正不做 这些都没什么道理 却是孔秋他们竭力推行的主张 那么 这些繁文入节 儒家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 墨子说 孔秋周游列国困于陈菜之间时 子鹿争了一只小猪给他 他不问来路就吃了 子鹿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 他也不问来源就喝了 后来回到鲁国 却又割不正不食 席不正不做 俨然君子 子鹿问他 为什么一前一后判若两人 孔秋居然说 那时求生 此刻求义啊 好嘛 肚子饿就不惜忘取 吃饱了就装模作样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 当然没有 问题是 这故事可靠吗 不可靠 他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学生编出来 用于嘲笑儒家的 但代表墨子的思想则没有问题 实际上 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 墨子一书中的非乐 非命 非儒 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 理乐之批判 天命之批判 儒学之批判 不过墨子最反对的 还是仁爱 奇怪 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 如果不要仁爱 那他要什么 人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 人爱的出发点是亲情 及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正自明的爱 然后将心比心 有此吉彼 推己吉人 从爱父母子女 到父老乡亲 到华夏族人 到蛮夷戎敌 最后 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 这里面有先后 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 主张不分男女老少 亲疏远近 尊卑贵贱 一视同仁的爱 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 不过 西方人讲博爱 是因为有上帝 有信仰 墨子的兼爱 却来历不明 但总之 仁爱有差别 兼爱无差别 那么 兼爱和仁爱 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 墨家假设一位名叫乌玛子的儒生发表宣言 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 爱本国超过爱邻国 爱老乡超过爱国民 爱族人超过爱老乡 爱双亲超过爱族人 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 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 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 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 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 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 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无疑 这是仁爱学说的死学 更要命的是 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 又替乌玛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 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 先生的主意是准备藏在心里呢? 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乌玛子说 为什么要藏起来? 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 那好 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意宣布后 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 一是赞成 二是反对 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 而且首先就杀你来立他自己 因为对于他来说 你就是别人 所以 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意 就有一个人来杀你 有十个人赞成 就有十个人来杀 如果天下人都赞成 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 也要杀你 所以 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意 就有一个人来杀你 有十个人反对 就有十个人来杀 天下人都反对 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 赞成的人也杀你 反对的人也杀你 请问 你是不是死定了? 乌玛子无言以对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 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 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 实际上 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 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时 也只能这样问 先生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 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 然而 孟子这弱弱的疑问 却有雷霆万钧之力 实际上 如墨两家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人爱是有缘之水 兼爱是无根之木 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 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 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 是啊 凭什么呢? 相反 儒家的人爱尽管问题多多 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 人之常情做基础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墨家的遗落千丈 儒家的最后胜出 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 对于救世之争而言 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 而是救不救 事实上 就有人不主张救 在他看来 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 也不该救 不能救 就算当真要救 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奸爱 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